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美国科技媒体Android Authority日前报道,Google手机晶片代工策略转向,由三星转投台积电怀抱。 Google预计明年用于Pixel 10系列手机的Tensor G5晶片将改由台积电生产。 此前,去年9月就有不少媒体开始披露Google手机晶片代工,将其三星转台积电的消息。 如今,外媒持续追踪并印证相关讯息。 Google自研的Tensor处理器,从2021年的第一代产品以来,都与三星晶片部门密切合作,包括Pixel 9搭载的Tensor G4。 Tensor处理器在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不错,但散热和效率却受影响,因三星的晶圆代工,近来都无法匹敌台积电。 市场近来已盛传,Tensor G5将由台积电代工,成为首款非三星代工的Google手机晶片。 Android Authority则根据公开贸易资料表示,能证实这则传言的真实性。 即便Google手机销售量不多,业界人士分析,Google相关策略转向,象征台积电既高一筹,让Google转投入台积电怀抱,未来双方合作渴望更紧密。 就在众多重量级客户转向台积电的时候,台积电这几年坚定的伙伴客户AMD却要逆行了。 近日有消息称,预计该公司将与美国无精元半导体设计公司AMD在尖端的三奈米晶片制造技术领域扩大合作。 据韩国媒体韩国经济日报5月底报道,AMD执行长苏兹峰在出席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MEC举办的2024年全球技术论坛ITF World2024时披露,将采用环绕炸集3奈米GAA制成量产其下一代的晶片。 苏兹峰在这次MEC的ITF World2024大会上,首先接受了享有盛誉的MEC创新奖,以表彰其创新和行业领导力,前几年哥登摩尔·比尔·盖茨也曾获此奖项。 在苏兹峰的演讲中,他介绍了AMD未实现公司30x25目标所采取的策略,该目标只在到2025年将运算节点的能效提高30倍。 苏兹峰宣布,AMD不仅有望实现这一目标,而且现在还找到了2026年至2027年将能效提高100倍以上的办法。 由于ChatGPT等生成是AILM的激增,人们对AI功耗的担忧成为关注的焦点,AMD早在2021年就预见到了AI巨大的功耗需求所带来的问题。 当时,AMD开始致力于其30x25目标,以提高数据中心运算节点的能效,特别指出AI和HPC的功耗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 随着训练模型所需的运算量增加,AI功耗问题只会愈演愈烈。 苏兹峰指出,第一批影像和音讯辨识人工智慧模型的大小过去每两年翻一番,与过去十年运算能力的进步速度基本一致。 然而,生成是人工智慧模型的规模现在已每年20倍的速度增长,超过了运算和记忆体进步的速度。 苏兹峰表示,随着大模型可能很快就需要数十万个GPU进行训练,单个大模型一次训练需要的需要的电力多达几级瓦时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在扩展设计,已在单晶片封装的限制内提升效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 AMD采用其2.5D和3D封装的混合技术,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平方毫米数据中心吸片的运算能力。 在伺服器节点和伺服器机架之间,传输数据会因距离较长而消耗额外电力,因此优化数据局部性可以节省大量电力。 AMD的MI300X体现了制造越来越大的晶片封装所带来的效率。 该晶片拥有1531个电晶体,分布在12个晶片上,搭配24个HBM3晶片,可提供192G的记忆体容量。 所有这些都可作为本地记忆体供GPU使用。 再加上封装类单元之间经过功率和效能优化的Infinity Fabric互联,极高的运算和记忆体密度可将更多数据保持在靠近处理核心的位置,从而减少传输数据所需的能量。 当然,AMD显然不满足于此,即将目光瞄向了台积电的竞争对手。 为此,AMD为提高能效制定了多管齐下的策略,包括一种广泛的方法,从其锡架构和先进的封装策略,扩展到AI特定的架构,系统和数据中心级调整,以及软体和硬体共同设计计计划。 当然,稀释基石。苏兹峰在ITF World 2024大会上称赞说,300米GAA电晶体是提高效率和效能的催化剂,是AMD在西路线图上的下一步。 可提升未来Zen5等架构的效率及效能,封装、互联Interconnect技术也有改善,这会让AMD产品变得更具成本效益、功耗效率、Power Efficiency也较高。 一名业界人士表示,苏兹峰的谈话,被半导体业界解读为AMD将正式就三奈米跟三星合作。 三星作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,多年来,三星与AMD一直在开发用于智慧型手机的绘图处理单元GPU和高频宽、记忆体HBM晶片方面进行合作。 HBM近期成为人工智慧装置的热门DRAM。 去年,这两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多年期合作扩展协议,以将AMD的多代高效能、超低功耗的Rideon影像锐化功能,引入三星扩展的Exynos应用处理器产品组合中。 作为更广泛合作的一部分,三星还同意向AMD提供HBM晶片和一站式封装服务。 三星是目前唯一一家商业化三奈米GAA制程技术的晶圆代工厂商。 三星2023年成为全球首家将三奈米制程节点应用至GAA电晶体架构先进晶片的厂商。 三星表示,与上一代工艺节点相比,三奈米GAA技术可提供30%的效能提升,50%的能耗减少和45%的晶片面积减少。 今年三星还将量产其第二代的三奈米GAA制程技术。 相比之下,台积电要等到2奈米采用转为采用GAA电晶体技术应用于其晶片制造工艺, 预计将于2027年达到1.6奈米工艺节点,并在2027年至2028年左右开始量产1.4奈米工艺。 基于此,外界猜测,AMD很可能会采用三星三奈米GAA制程技术来量产下一代晶片。 根据消息,AMD准备跟三星合作,而台积电的三奈米产能则已被苹果公司、高通、联发科等客户包下。 报道还称,三星虽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,但在代工领域的市场份额方面远远落后于台积电。 分析师表示,如果两家公司在三奈米节点技术上合作,将有助于三星苏小旗在代工市场与台积电之间的市场份额差距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